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他说他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银行家 他在银行有一些些存款 想做一些投资 那么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投资公司 然后他的银行的专员也跟他介绍说 我们银行自己也有投资的项目 那他想问一下我们的银行专家说 到底这种银行自己拥有的这种投资项目 和外面的这种市面上的投资项目有什么不一样呢 各自又有哪些好处呢 我们赶快请出我们的黑道银行家Karen Su 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Karen你好 早安 是 早安 大家好 OK 通常有一些银行会有他们自己的投资部门 那其实这是比较方便性 因为当你在做存款 做任何transaction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做一些投资 那对客户来讲会比较方便 那外面当然也有一些投资公司 但是就是说只要确定 就是说这些投资公司都是有牌照的 那其实就是都是跟银行的一些投资部门是差不多 因为卖的产品啊投资产品也不会差在桌 就是要确定这个外面的投资公司是有牌照的 因为设立在银行本身的投资部门当然是很安全的 肯定他就是有牌照的嘛 对吧 就是他不可能说银行我自己有一个投资部门 我没有这个是没有牌照 不符合规定的 那这个就是直接你可以找到银行了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Karen 就您刚才说到的要区别他有没有牌照 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别他有没有牌照呢 是我跟他们讲说我到了一个投资公司 我说我看一下你的牌照 或者说我怎么就知道你那个牌照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他还是要挂在他们公司的某一个某处呢 他到底怎么区别 其实这一种通常你Google一下这个投资公司的名字 看一下评语啊什么的就可以大概知道了 那很多很多投资公司在外面也是都是有franchise的 那这一种的话就是很或者是一些保险公司的一些投资的方案 你都是只要Google一下应该就会查到 嗯 好的好的 好